说到甲评妈 金庸先生都成陈词烂调 那这个《红楼梦》呢 《红楼梦》 你感觉是《红楼梦》是你的歌 《红楼梦》是我学的《红楼梦》 初中我看了五遍《红楼梦》 那时候毛主席说 《红楼梦》至少看五遍 真听话 真好看 是好 说实在的 后面咱俩灵什么都不靠谱 穷瑶那就更别提了 《红楼梦》是中国爱情小说 全世界爱情集大成者 他今天就是 人民文学出的繁体字数牌本 很多年轻人看不惯 我建议人民文学出一个平牌本 就是把心小点 把他对话都一行行拉下来 你看过那个 我觉得说你要写爱情小说 说实在的 你郭静明要写爱情小说 你别吵庄宇 你去看看曹敬 曹先生怎么写 当年一百五年前的爱情小说